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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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份干锅大肠88我觉得好值 因为它的量真的好足啊 然后这是一份 叫什么来着 农家土鸡蛋来着还是什么忘了 然后这是一份家常豆腐 这个豆腐感觉看上去就好好吃 好嫩的感觉啊 然后这是一个肉末粉丝 就是蚂蚁上树 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看到肉末 或者就看到了满满的辣椒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辣椒炒鸡蛋 我这么感觉看着像是那种面包糠炒鸡蛋 然后这是一道服务员阿姨强烈推荐的 叫什么什么什么炒牛肉来着 这个辣椒多的我真的是有点心慌 而且这道菜我在菜单上看它是爆辣的那种 好了 我们先来吃一口他们家的招牌 干锅肥肠 它这个肥肠都是给的那种好大块的那种 非常处理的非常干净 完全没有那种猪骚味了 好像就是有点辣 来个家常豆腐 意料之中的嫩 哎呀好大饭 然后来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叫金钱蛋 它这个蛋皮外面是炸过的 然后上面裹了一则那个咸蛋黄 吃起来就是那种沙沙的 然后这个皮还有点脆脆的 来一个蚂蚁上树 肉末粉条 它这个粉条 哦 好辣 这个粉条怎么这么辣 它这个粉条 它吃起来口感是那种比较偏干的 就是没有我想象中那种肉末粉条那种比较 比较那种棉不爪爪的感觉 它吃起来口感更像那种炒粉干 嗯 然后来一个辣椒炒鸡蛋 其实我更愿意把它叫做面包汤炒鸡蛋 我本来会以为说它上面这个黄黄的吃起来口感应该会是那种脆脆的 但是它不是 它的口感是那种会有一点点偏干 好 接下来我们来 来一个鸭皱 就是这个炒牛肉 把这一份牛肉的量是蒸足 这个爆辣也还好吧 这个牛肉本来都已经做好了要把我辣枯的那种准备 但我觉得它还好哎 这个辣度 这个牛肉的口感是属的那种比较有嚼劲的 这不会很嫩 但是味嚼劲香 这个辣情反上来了 阿姨帮我拿个米饭吧 好 谢谢 这个米饭不够可以加吗 可以 随便做 行 好 今天我们就看看我们干几碗这种小菇米饭 这个米饭真的低小了 来一份自制的肥肠牛肉盖焦饭 好 阿姨再帮我拿撒碗米饭吧 撒碗 对 撒碗 好辣 好辣 姐妹我总想知道为什么她说 这家店是产哨声音最正宗的湖南菜 因为它真的足够辣 这要命 这要命 我现在每吃了一口就要哼一下鼻涕 我突然好惊喜我点了一份辣椒炒鸡蛋 在这些菜面前 那个辣椒炒鸡蛋竟然都会捡辣菜了 我发现他们家的菜嘛量实大 但是 你连辣椒的量真的也不少 阿姨两碗米饭 再来两碗米饭 谢谢 这姑娘 你们没有看到阿姨的那个眼神 她眼神里充满了惊讶与可怕 然后我问到底这碗牛肉 你会一直有要吃 Wenn 救命我现在整个人已经麻掉了真的 就是人身头一直被烂麻了 而且 所以我刚才直接干了一整碗米饭结辣 这个辣完全没有结掉 他们家的辣真的不是吹的 真的不是吹的 真的不是吹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行我得再来一碗米饭 真的嘴巴疼了 再一碗再一碗 再一碗怎么可能 真的 我感觉我差一点就见到了 我太老 真的好辣他们家的菜 我给你们看一样 基本上就已经光盘了 然后剩下的都是好多辣椒 就只有这一盘 这盘牛肉真的是 辣得我怀疑人生 然后打算这一碗就打包回去了 阿爷这个帮我打包吧 一个哪个盘 一个 这一个 辣是什么地理 就给你们做别提一下 你们其实会要一件口罩 真厉害吃辣椒 辣椒真的是还可以 好了各位看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这一顿真的是把我辣的有点蒙掉了 但是服务员阿姨说我吃辣的本领还是可以的 看来我吃辣是真的有进步 反正这家店的话我觉得你们能吃辣喜欢吃辣的就一定要来尝试 真的是非常的费力 而且味道也非常的棒 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